电影爱瞎看陪你砍大山 欢迎来到瞎节看 我是老二 降头之术神秘莫测 其中又以飞头降最为恐怖诡异 所谓飞头降 就是降头师利用符咒自身下降 让自己的头颅能离身飞行 达到提升自己功力的降头术 老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影片 正是和飞头降有关的 亚洲怪谈第二季中的第五集 奶奶的吻 阳光明媚的清晨 车子穿梭在绿树成荫的林间 可车上的玛尼却没有心情欣赏 她正被女儿琳娜送去养老院 虽然只是因为家中装修而去暂住 但玛尼并不这么想 她认为琳娜自从认识了男友汤马斯 一切都变了 现在让她搬出家只是开始 最终汤马斯会继承这个家 彻底摆脱自己这个老人 这一番想法让琳娜无话可说 只能叹气摇头 也许是玛尼不理解女儿的用心 又或许是琳娜不顾忌母亲的感受 母女俩在这一刻有了隔阂 琳娜身来搀扶的手被玛尼一把打掉 而养老院那一个个孤独苍老的身影 更是让玛尼的心沉到了谷底 虽然无奈但现在的玛尼也只能接受 出来乍到玛尼认识了第一个朋友 也是她的室友宁希奶奶 这是一位有着长长银发的典雅老人 她穿着干净整洁的红衣 依靠在窗边静看着夕阳 可她却异常的沉默 仿佛有着难掩的心事 面对玛尼伸出的手 她看都没看 自顾自的坐了下来 尴尬的气氛一直到深夜 玛尼被咳嗽枪醒 她起身想要找水喝 却看到宁希独自走出了屋子 深夜外出不禁让玛尼疑惑 可得到的回答同样怪异无比 宁希想要出去透透气 玛尼也没有多想回房接着休息 等她再次醒来 已经天光大亮 对面的宁希也已经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只不过此时的她却不似往日的白发红颜 细细看去竟没有一丝活人的生气 脸似枯黄干瘪 身边洒落着凌乱的花朵 而她脚上还沾满了泥土 这怪异的状态带到了白天 正当大家为宠物猫庆祝生日时 宁希手中的茶杯不知不觉摔落在地 作为室友的玛尼急忙上前关怀 这也让宁希第一次和玛尼交谈起来 玛尼不禁问起昨晚的经历 宁希的回答也是同样 而当提到那满脚的泥土时 宁希却突然挂上一抹诡异的微笑 缓缓说了句 她在召唤我 但玛尼却丝毫没有感受到其中的不同 反倒是觉得独居给宁希带来了太多的痛苦 因为此时的她心中同样满是孤独 感觉被女儿抛弃的孤独 可对面的宁希却不做回答 反倒是一脸严肃的看着耐心劝导自己的玛尼 好像这番话令她想到了什么 果然午夜时分宁希再次起身离开 这一次玛尼拿起手电跟上去想要一探究竟 当来到宁希的目的地时 玛尼瞬间惊恐的张大了嘴 年迈的宁希竟然来到密林之中的一处祭台 那一身红色的长衫在火光的映射下显得格外妖艳 宁希手中拿着的正是白天过生日的宠物猫 而另一只手中紧握着一只锋利的匕首 下一刻宁希高举匕首准备扎下 远处的玛尼惊恐的站起身来连连后退 响声惊动了正在仪式中的宁希 她警觉般的回头查看 索性玛尼重新躲了起来 可下面将要发生的事 她再也没有勇气看下去 捏手捏脚的跑回了卧室 这诡异的经历让玛尼害怕不已 她整个人蜷缩在一起 沉沉睡去 可恐怖却并没有结束 玛尼在宁希的呼唤中醒来 当她看到一脸猫咪抓痕的宁希时 顿时惊呼着坐起身来 可此时的宁希仿佛心情极好 她全然不顾满脸的伤痕 微笑着向玛尼借用梳子 见宁希并无恶意 玛尼定了心身 伸手指了指床边的抽屉 宁希转身拿出梳子 无意间看到了玛尼和琳娜的母女合照 她好奇的拿出查看 不禁称赞了琳娜的美丽 看着和夜晚盼若两人的宁希 玛尼问起了她的家庭 宁希有一个英俊的儿子大卫 还有可爱的孙子和孙女 一家人原本和谐美好 平静富足 直到一个女人的到来 改变了这一切 她嫁给了大卫 成为了这个家新的女主人 可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更习惯宁希 即使女人加倍付出 家人们还是更爱慈祥的宁希 正因如此 宁希成为了女人的阻碍 就这样 宁希被儿子送到了养老院 可那一对可爱的孙儿 却成了宁希心中永远的牵挂 自从宁希来到了养老院 就再也没有见过孙儿 就连视频电话 也会被女人厌恶的挂断 听了宁希的家事 马尼不知该怎么劝解这个老人 她并不是孤独 而是无力 无力改变生活 无法见到心爱的孙子孙女 或许是悲惨的家事 让宁希显得格格不入 沉默寡言 关于她的传闻 同样传到了马尼耳中 宁希总是会看到诡异的人影 听到特别的声响 仿佛有股莫名的力量缠绕着她 马尼还没来得及细想 女儿林娜和男友汤马斯来到中心 汤马斯带来了马尼喜欢的书籍 想要让她更充实度过这一段装修时期 可在马尼眼中 这是要一步步把自己赶出家门 马尼大声哭喊着拂袖而去 本应该是一次开心的相聚 可马尼再一次和女儿闹得不欢而散 夜晚老人们坐在餐桌前祷告 可刚刚开始不久 宁希突然诡异的站起身来 嘴中不断传出野兽般的乌烟声 身后的凳子同时凭空滑走 而最后宁希在众目睽睽下以血千里 这令人作呕的一幕让众人忘记了方才的诡异 全都掩起了口鼻 结束了晚餐后的老人们纷纷回房休息 护工在和院长汇报着假期的准备工作 而院长也没有太在意这些 心中满满都是自己腹中孕育的小生命 但他不知道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在他的身上 此时的马尼被午夜的闹钟声吵醒 睁一眼便看到对面空空的床铺 想起之前看到的祭祀场景 马尼瞬间不寒而立 可他还是起身来到了密林之中 果不其然 宁希正在进行着某种仪式 马尼不敢想象接下来的画面 转身跑回寝室紧锁房门 完成仪式的宁希同样回到了中心 准确的说是宁希的头颅带着那鲜血淋漓的内脏 他静止找上了身怀六甲的院长 这恐怖的场景让院长连连后退摔倒在地 而那恐怖的头颅早已不似人的模样 整个眼眶被恐怖的漆黑占据 他张开血门大口 不断发出猛兽般的吼叫 对着院长双腿之间稀释起来 等到众人发现这一切时 院长已经魂归九天 众人都在讨论着这恐怖的命案 好友再次和马尼说起了关于宁希的传闻 而一旁的女人更是直言 这命案正是飞行鬼头女所为 她专门攻击身怀六甲之人 失掉腹中的小生命 同时飞行鬼头女还会攻击成长的花朵们 吸食掉他们的精气 听了这恐怖的传闻 马尼质问宁希和院长的案件有关系吗 看女人并不答话 而是接着说起了关于飞行鬼头女的传说 头颅如果无法在日出前回到身体 就无法再自己回去 所以想要对付她 只需要抓住头颅 不让其与身体会合就行 这样飞行鬼头女就会许诺一个愿望 听完传说 好友建议把宁希做法的过程拍下来 拿给警方 马尼也赞同这个方法 她提出让两人陪同自己一起 和对面的两人明显不会到场 只是应付着不安的马尼 结束谈话的马尼还是担心不已 她打电话给林娜希望能接自己回家 可林娜根本顾不上母亲嘴中的怪力乱神 她急着完成家中的装修 早日接母亲回来 但两人再次大吵起来 气氛之下的马尼直接挂断电话 这一切都被一旁的宁希停在耳中 她缓缓进屋坐下 直言马尼的女儿已经长大了 但马尼不愿听从女儿的建议 只是以自己为中心 这话语激怒了马尼 她斥责宁希没有资格教育自己 宁希也没有发火 反倒是温和的劝导起来 两人的处境很像 不过他们都还有机会可以弥补 说话间 一只恐怖的甲虫竟然从宁希的脸部爬过 这一幕惊得马尼摔坐在床 不敢再有任何言语 这份恐怖持续到了深夜 午夜时分 宁希再次起身来到密林 马尼一直都在装睡观察着对面的宁希 看到对方起身 她立刻跟了上来 马尼想要叫上好友和自己同行 和对方却根本不打话 时间紧迫 马尼顾不得害怕 毅然跟上了宁希 她鼓足勇气 想要拍下仪式的全部画面 而今天的所见让马尼亡魂接冒 宁希围着祭台不断唱跳着咒语 最后她抬起双手 生生将头颅扯了下来 正是那袭击院长的飞行鬼头女 得到想要的证据 马尼立刻拿视频给众人看 她担心宁希会迫害附近的居民 所以她向三人一起抓住那恐怖的飞行鬼头 可对面的两人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 这时休假的公车已经来到 两人立刻提着行李上车 临行之际两人想让马尼跟着自己一起走 不过女儿已经约好会来接走马尼 三人挥手告别后 马尼拿着视频找到安保人员 可对方看完后却哈哈大笑 直言没有人会相信这种影片 气愤的马尼转身就想离开 可却被新来的假期值班员喊住 对方一家三口准备在中心度过假期 准确的说是一家四口 因为女人同样身怀六甲 马尼立刻担心的询问起来 可对方出来乍到 直接微笑着回房休息了 而他们路过之时 正碰上了静坐的宁希 看着宁希嘴边的诡异的笑容 马尼愈发不安起来 她急忙联系女儿 可得到的答复却是今天不能去接她了 因为汤马斯的身体突感不适 听了这话 马尼一把挂断电话 独自回房准备休息 可就在收拾衣柜时 她突然发现门头上的十字架被破坏 这一幕让她大叫出声 但下一刻 宁希若无其事推门而入 马尼鼓足勇气询问十字架怎么了 可对方并不答话 马尼再也忍不住拿出视频和宁希对质 令人想不到的是 宁希竟直言这就是自己弥补错误的方法 原来她练习这恐怖的飞头将 就是为了能够回到孙儿身边 为他们讲睡前故事 静静看他们安然入睡 感同身受般 马尼也讲起了自己对女儿固执的原因 他和前夫在女儿七岁时离婚 自此之后 他独自抚养女儿成人 几十年如一日 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女儿 所以他认为两人的生活不需要男人 因为他们有彼此就够了 所以他才会如此厌恶唐马斯 马尼和宁希一样 都想找回自己的天使 可马尼不希望宁希再伤害别人 但宁希却愤怒起身 因为没有人能阻止她见到孙儿 她劝导马尼展现自己邪恶的心性 这样会很自在 只要瞒着大家就好 说话间无数的昆虫从宁希身上涌现 冲着马尼飞速爬去 马尼不想让自己黑话 大喊着拒绝 而那即将附身的昆虫 瞬间调转方向离去 马尼惊恐的想要报警 但宁希直接夺过手机扔在一旁 趁此空当 马尼快步逃出房间 迎面却碰上了安保人员的儿子 马尼想都没想 立刻抱着男孩找到男孩母亲 她直言这里有飞行鬼头女 想让女人带着男孩躲进房间 可马尼癫狂般的行为 却让女人心生怪异 一把抢过儿子 转身离开 女人当然不会把这话放在心上 这让马尼束手无策 独自对着篝火发呆 片刻后她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再次来到宁希的祭台之处 但这里早已空空如也 只剩宁希那没有头颅的身体 下一刻一声惊恐的大喊引起了马尼的注意 那恐怖的飞行鬼头已经悄然来到了男孩身后 当马尼赶回中心 男孩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再次吸食了精气 宁希的邪术得到了提升 但这依然远远不够 因为她想要完整的躯体 她不想只是和孙儿隔冲相望 她想每天都能拥抱自己心爱的孩子 但此时的马尼已经对作恶的宁希深恶痛绝 她战胜了恐惧 决然来到祭台 一把抱住了将要会合的鬼头和身体 可她真的只是想阻止杀戮吗 不是困住鬼头的马尼心痛的诉说着对女儿的失望 听到这话的宁希 鬼头直言自己可以满足她的愿望 而这个愿望正是汤马斯 是马尼心中阻碍自己和女儿厮守的汤马斯 此时的汤马斯正和琳娜在路上 身体不适的她坚持要在假期接回马尼 她不想马尼独自一人度过假期 她也从没想过要抛弃马尼 她只是想给母女俩更好的生活 就连装修也是她一人出钱的 但马尼不知道 也从不去理解 所以她向宁希鬼头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除掉汤马斯 只一个瞬间 那恐怖的鬼头便来到汤马斯车后 猛然的响动让琳娜两人停下了车辆 汤马斯下车查看 可不曾想 那恐怖的鬼头凭空浮现在身后 一口狠狠咬下 惊恐的琳娜一眼面尖叫 可不想那鬼头竟瞬移到了她身边 等琳娜再次醒来 已经身在医院之中 马尼温柔的抚摸着失而复得的女儿 但琳娜再也无法忍受母亲的固执 她无奈的诉说着一切 诉说着汤马斯为母女俩所做的一切 可这些话在马尼耳中 全都是母女俩被汤马斯分化的原因 马尼自从被丈夫抛弃后一直处在过度的内疚之中 正因如此 马尼认为女儿不需要爱情 母女俩不需要男人 这偏执的态度让琳娜无法接受 痛哭着赶走了马尼 马尼又何尝不伤心 她同样痛哭流涕 可她却不曾想过 自己认为的美好真的是女儿应该拥有的吗 落寞的马尼回到中心 看着诡异的宁西相骨无言 但此时的宁西却意外的掀开了口 她直言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后果的 包括对汤马斯下手的马尼 还有被孙儿看到恐怖鬼头的宁西 不过一切都还有办法 如果现实不能如常所愿 那就愈发癫狂的报复 当琳娜再次挂断了母亲的电话 马尼已经黑化了 她拿出了锋利的匕首 竟只找到了祭台旁的宁西 马尼大喊着不能继续害人 狠狠扎向了宁西的腰间 可宁西的质问却让马尼癫狂 害人的是宁西 但却是马尼想借她之手除掉汤马斯 两人有正义的吗 还是同样的黑暗呢 这直击内心的话语让马尼癫狂大喊 可宁西却不愿放过她 她口吐鲜血站起身来 直直对着马尼掐了过去 嘴中不断刺激着马尼直到对方失去理智 马尼一刀刀不断刺向宁西 两人在这诡异恐怖的气氛中双双倒下 一日清晨 马尼在阳光下醒来 奇怪的是 她身上穿着的竟然是属于宁西的红色长衫 马尼搓动着双手看向对面宁西的床铺 露出一丝得逞般的诡异微笑 她直接起身来到宁西的家中 看着那一对可爱的孙儿 马尼开心的喊道 你们好我的天使 那口中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马尼 而是宁西 全片完 片中的飞行鬼头女 正是那传说中的飞头匠 相信小伙伴们或多或少都听过此传闻 老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看到的资料 是关于飞头匠的起源 有一种说法 飞头匠源自古代著名智怪小说 苏神祭 秦时南方有落头民 齐头能飞 无时将军诸恒得一弊 每夜卧后 头者飞出 或从狗斗 或从天窗中出入 一而为一 将小复还 数数如此 榜人怪之 夜中肇事 唯有身 无头 其体微冷 气息财数 乃蒙之一辈 至小头还 爱背不得安 两三度 坠地 一炸甚愁 体气甚急 壮弱将死 乃去被 富其 富梗 到了魏晋时期 关于落头民的传说更是愈言愈烈 博乌志中记载 右南方有落头民 其头能飞 以耳为 将小还复 筑体 无时往往得此人也 但魏晋之后 故事逐渐消失 直到唐宋时期 才重新出现零星的记载 右洋杂 祖中记载 阎汉武时 因西国有南方有解形之民 能先使头飞南海 左手飞东海 右手飞西海 至木头还肩上 两手欲疾风飘于海外 而在唐代的正史之中 关于落头民的部落地点 已经到达了云贵川地区 等到了宋朝时 已经不再有这个传说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出海南下的人 开始流传起落头民的传说 明代朗英在七修类稿 记载了陈福在元氏祖 初访安南时期的建文 鼻隐如林笛 头飞四炉炉 等到了明代之后 关于落头民的传说 只有在东南亚地区流行了 在明朝人费信所著 《星刹圣览》中 出现了类似的记载 战成国人有头飞者 乃富人也也飞 根据这些史料 不难发现 关于落头民部族的迁徙路线 从秦汉三国时期的 江苏南部以及浙江地区 到后来的云南 贵州 福建 广西 最后定居于东南亚 小伙伴们怎么看这个猜想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